有个人留言 问三五八江西铜 他有15元有货 如何看资源股前景呢? 有没有机会说 江铜可以到20元 还是18元已经见顶? 这个又关我事 因为应该我们说 15元到15.5元可以买 所以我假设15元买入我数 所以都是赚2个多左右 暂时来说 我建议你也继续持住 不过是对的 真的大约18.2元附近 是有点的阻力 大家要知道 资源类股份 本身牵涉期货 价格是比较波动一点的 还有铜和经济敏感度比较高 所以无论一些经济数据的盛与衰 又或者负存的高与低 又或者政策的强与弱 对铜价来说都有影响 连带的相关股份都比较波动一点 如果你说15元买入 或者15.5元买入的话 我觉得可以继续持住 因为除非你真是那句 你对后市看得很淡 你说多持多些现金 它跌下来再买东西 那你就找个机会去做指赞 指赞了之后 它升越跌就不关事了 不需要担心了 但如果不是 我现在都没有东西好买 但资源股都是强的 那我就继续持住 我觉得可以再持住 再看高一点 但如果 说真的 如果跌穿16.4元这些位置 可能要小心一点 所以先看着18元至18.2元左右 如果反过来 跌穿16.4元的话 情况可能有点改变 你考虑做指赞动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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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